Hello,大家好,我是Eason 来给大家做一下更新 今天我们要做石头造景 前两天视频发出之后 有很多朋友给我提了点意见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我的管道很丑 让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胶水做的更丑 因为之后这个柜子是会盖起来的 所以管道丑不丑我也无所谓了 而且我就是你们的cheap shed up主 就比如这个缸 之后管是盖起来了 下面的管道再炫有什么用呢 还是看不见 然后还有好几个朋友都提意见 说底缸的位置 可以让它调转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下水是直接到第一个仓 但是回水的话 要有一个大概一米二左右的一个 路径在上去 这样的话会减小很多流量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我觉得 确实会减少很多流量 但是如果我直接上水是在 这个位置上去的话 直接上去的话 那是不是就没有空间 做这个系统了 反正现在也没法改了 就这样吧 而且我用的水泵功率也非常大 两个水泵 随便一个泵 就可以供这个缸的所有流量了 看看这收工 多么接地气 这里管道给它稍微固定一下 因为它的行程比较长 我们这刚做的时候 它做的是一寸半的下水口 但是呢 我们的卷子机只能用一寸的管道 所以在这里下水的时候 我就把它改成了一寸管下来 那这边也是 统一一下都变成了一寸管 所以最好状态还是用一寸半的管下来 但是就没法用这款卷子机了 而且大部分卷子机好像都是一寸的接口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寸五的管 它的这些配件 非常难买 几乎没看到 跑了好多店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就用一寸的下来吧 这就是我卖的石头 都非常大块 但是无所谓 因为我们一会把它们敲碎 然后再开始造井 然后这是 今天准备尝试的一个 粘石头的 这个应该是像水泥一样的吧 然后石头买了两种类型的 一种就是这种 傻大个傻大个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平的 底部都是平的 那这种我们可以做底部的基石 一个地基 然后在这上面建立我们的造井 然后这次盐呢 准备尝试红海的这个蓝筒的盐 因为它的属性我觉得是比较 OK的 盖430 每1280 KH8 都非常的标准 中规中矩 那红海有一款叫PRO 那个PRO级别的盐呢 它的KH太高了 好像有十几 我觉得那个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用最基本的盐就可以了 OK先把石头都摆出来 然后我先大概看一下这些石头的样子 然后先脑补一下 看看怎么个摆设法 那这些就是比较平的 可以做底下的基石 然后后面这些大的 看是不是都要敲 还是 留几块大的 然后我再敲碎一些 做一些好看的造型 我们把这个模板放到外面 就在外面先做一个预期的造井 然后具体弄好了 我们再搬到里面 然后主要看一下我们的高度 因为我们的钢是22寸的高度 然后我的造井尽量是在它一半以上 可能就是13寸14寸的左右 上面空间留给三五升档 现在大概16 上面就这点空间了 所以做得低一些 好 现在大概一个初步的想法 现在是三个岛屿 然后这中间留了一条通道 也是让水流能更好的在这里面循环 然后背后也留点空间 让水流可以绕到后面来 那现在是在没有敲碎石头的情况下 现在做出这么个造型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那因为我们钢实际尺寸大概还要再过来一点 到这边 到这里大概 所以这中间间隔还是可以调整 然后我们那个五十加轮之后应该是要撤掉的 所以那里面的石头最后也会到这个缸里面来 所以我们可以留点空间给那里面的石头 如果实在放在我们家的石头 我们再放到新缸的底缸里面去 嗯 我感觉现在要修的可能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现在体积有点大 看要把它敲小一点 然后做的细长一些 后面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 最高处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造型 能放挺多的珊瑚 然后这里也有一层 也是一个比较平的平台 然后这边就稍微陡峭一些 都可以放一些硬骨从这边旁边长出来 然后中间这里留了一条通道 水流可以在这里面循环 把这两块先敲碎了 敲小一点 看看怎么摆 能摆出个好的造型 这一块太大 护目镜盖好 这石头还挺结实的 比我想象结实多了 这才是正确的敲石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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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敲一块 现在这个造型稍微有点出来了 有点我想象的感觉 我们把这一块修一修 来这样来劈一刀 ok ok 这一个造型我觉得个人比较满意了 整个从后面有个延展性过来 然后有两个这样的洞 然后这边就放一个小块的石头 因为这一块空间还挺大的 一个月牙形 这里可以放一个小块的石头 然后放一些 Acan这些 糖果脑这些小的 或者放一个石葵的岛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还是先保留一个单独的一个塔状的石头 然后之后那个缸里面如果有小的石头拿出来 我们也把它敲一敲 做一些飞出来的平层 也是一个后期可以加工的一个结构 现在正面半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基本上ok 其实不用浇水都已经落的挺牢了 整体来看立体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我就左右前后都拍一个照 把它具体的现在这个摆放的位置给拍下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到里面缸里面直接放进去了 千万别掉下来 好恐怖啊 现在就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前面这一块的话 之后还可以做一些夸张的造型 粘一些小石头 然后后面大概就这样 然后背后留点空间 让水流可以循环 这样的话后面不会有脏的椅基在那 大概有这样一个S型的拐弯 这样立体感好一些 然后从后面往前面慢慢降下来一个层次 ok 那我们就先把后面主要的部分先给它固定起来 然后之后再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这是两个包装袋 然后给你一个搅拌的小铲子 这里还有一个说明书 这桶上写的就是两个部分搅拌在一起 然后工作时间大概是20分钟 你20分钟时间去操作 然后他就干了 还可以在水下使用 然后是百分之百鱼和珊瑚 save 所以先在这个里面加上375毫升的水 ok 基本上加满就差不多是375 我刚才用量杯量了一下 那正好加满了 然后给它摇晃一下就行了 跟货水一样 先放水 再放灰 我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先试试看 放点水的话可以更好 放在固定 ok 主体都连接完毕 那这一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造型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之后可能还会调整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我要把之前那个缸里的珊瑚跟石头拿过来 所以我可能把那个硬谷珊瑚的一座小山放在这里 换掉这一块石头 到时候我们研究一下 所以这里先不用管它 这里我们还会调整 然后这边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顶多说我在这个主体上面 再做一些小的平层 从这里或者这边再上去一个小的凸起 给它多做一点造型 那基本上一个基础就是这样 从上面看 然后这里我们前面这部分可能也会左右错开放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交错性 而不是一条直线看出去 这个之后我们再慢慢研究 所以大体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这些水泥我用的还挺多的 因为这一块顶层呢 我想让它牢固一些 之后可能从它这个前面屋檐上面 再飞出来一点 飞出来一点的话 我们这边的层次感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基础打好了 那剩下的小的改进 我们之后等放了水放了沙 都是可以去改进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准备OK 今天任务完成了 然后明天我要去加固地下室 就开始正式接水了 OK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拜拜